欢迎大家收看《科学新知》 今天星期我们就要教大家如何赚钱 因为科学也是一个赚钱的途径 就是熟悉科学知识 科学知识方面 我们最近讲过很多关于核能的发展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的相机呢? 这里其实都是適合这两三个星期 至少这两三个星期一个很密切的观察 本身其实大家有看《科学新知》都知道 我们有介绍核能又再复兴了 而且这次是关于一个比较轻型微型 可以模组式的一种核能发电机组 传统的核能太危险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把它弄到小一点 和模组化到它 无论对于民用还是太空的用途 都会是非常大的潜能 更加不用说了 就在上两三四个星期 我们不停讲 竟然有一些巨大的科企 就已经是看中了这个机会 他们为了为了有一个稳定的能源供应 买核电厂或者是自己搞一些 模组化的核电厂 令到自己可以 无论在人工智能 还有那些Data Center那里 都有一个稳定的能源供应 所以你说如果说能源 我尤其是现在最可以搜到拿来 而且也都相对成熟的核能 你可以看到就一定会是回来的了 而且我又记得在最近这两三个星期 我都宣称 其实我们今年是见证了一个 新工业革命 科技革命的诞生 这几样东西就来自这个 就是未来会是量子运算 人工智能 新能源 其实你还可以数起那些基因工程 这几样东西就变成了 而且这几样东西的相互结合 就会成就了未来发达国家 变成为更快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技术 而也是很不幸 香港是完全被排拒于这几样的新兴发展以外 所以我在这里甚至预言 未来无论你说香港的发展 以及外国发达国家的发展 那个距离会越来越远的了 好了 这些东西我们控制不了的 大家的财富有没有办法 大家不要被外面去抛离 让自己可以透过积极参与投资来拉近 让自己和外面的发达国家的财富差距 不要差那么远 唯有大家去留意科学生资 来看看有没有好的相机 其实有些东西都不是我自己特意找的 不小心就已经涌起来了 有一些的新闻 问题就是你懂不懂得留意这些新闻去收集在一起 这一节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我们以前留意Moderna的疫苗发展之后 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势 新能源 尤其是核能方面的发展 究竟哪些是很值得留意的呢? 其实台长在你的画面那里 你都展示了一个其实就已经去到 美国媒体已经是 连财经媒体都已经在讨论这一回事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现在太迟已经急升了的核能股股票 我们去讲这件事你举个例子 核能股有哪一只升得很厉害 劲到我们是错过了那个发达的机会呢? 大家有没有留意 我们一直都有提一间叫做New Scale的公司 NUSCale 它就是我们当初介绍那个小型模组 发电机组 核电机组的时候 提的其中一间主要的公司 另外当然有很多的初创公司它是没上市 或者没有上市的 比如那个Google旗下的 搞那个叫Kairos那间 它们就叫做黏着Google 就没正式独立上市 是不是? 但是New Scale它已经是独立上市的 其实由我们开始第一次去提到现在呢 我想到现在升了四倍左右了 中间有跌过 因为它曾经拿到美国的安全批准 那就有个好消息啦 但是美国后来又自己不让它去搞 于是乎又倒下了 但是其实原来静静地在这大半年间 它陆陆续续在外面尋找机会是非常多的动作的 比如我们留意到菲律宾答应了说会搞 OK? 但是呢 但是呢 由上次菲律宾准备去用New Scale 到现在呢 已经是再有三四个国家 已经是陆陆陆陆续续 就是跟这个New Scale 是慢慢谈好数的 所以这个叫做 模組化的小型核电机組那个的 未来的市场呢 是会上升得很紧要的 尤其是当如果一个国家是想着准备 去大搞这些新工业革命下面的那种的量子运算 以及人工智能這些東西 是一定要用電的 好了,New Scale是其中一間公司 在我們過往講的這段時間 已經是在講一年多的時間 四倍了 但是你問未來還有沒有 那你自己判斷 因為我待會再給大家更多資料 另外還有是什麼呢? 如果你都願意去被說服 核能是會用得越來越多 香港多數沒有什麼感覺的 你看中文媒體你不會看到這些東西的 因為這些東西基本上跟香港沒有什麼關係 而台灣都還在減核 是不是? 接著是中國大陸就狂用核電 最多就是你香港就跟中國大陸買核電 而你自己本身這些東西好像跟香港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其實外面就為了搞人工智能 就狂用這些新型核電 其中一個例子,你看新加坡 他們是在加速考慮在新加坡去設置這個核電廠 那你會看到他們那個媒體是吹風吹得非常之快 甚至乎在他們那個管理層 那個政府那裡已經很大的動作 就是準備的了 除此外還有泰國 另外還有在東歐那邊,羅馬尼亞這些國家 全部是一路已經準備去引入這些叫做新核能 這些這樣的東西 而很多都真的會跟New Scale這間公司有關 所以接下來陸陸續續 你會看到New Scale會跟更加多的國家去簽訂這些協議 在他們這些國家境內建核電技術 到時候你看到,所以是不是太遲呢? 我如果要直接回答我,我自己覺得不會太遲 台長你會不會考慮自己也會投資一些呢? 當然會啦,你已經錯過了這個 第一波的了,是不是? 不是第一波,不是這個啊 是NVIDIA 是呀,那就是擺放了之後,很多人不用做啊 是啊,是啊,沒辦法的 我會覺得,我們之前都講到很強的statement 凡是跟新工業革命有關的概念 就躺在身上就可以了,是不是? 能源是一個,OK? 但是量子運算就稍微未成熟 但是未去到很商業化,OK? 但是人工智能概念,你說搞GPU和NVIDIA那些 就不用說了,那些已經,是不是? 就是有人既然有它壞的,就有買貴沒有賣錯 其實這句話就好像一路在過去那十多個月以來都很對 但是反而有些就小心一些 有些,比如說那些Tesla那些 我就不是很行的,就是那些我不是很理的 反而是敬而遠之的 因為其實他們是,反而他們如果搞那個能源 那一部分就可能有些用 但是你說真的因為電動車在那裡 我覺得反而大家就覺得要稍微保持住 是不是? 因為說真的,還有一些新東西來 所以先留住子彈 那不止的,NVIDIA是其中一間 另外如果你再數,剛才有提到的 只是羅馬尼亞一個國家 他都分別不是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 他既有跟NVIDIA去簽約 去建造這個小型的核電機組 另外還有一間又是美國公司叫做Lars Energy 又是一間很新的2019年才成立的公司 叫做Lars Energy 他也是在羅馬尼亞那裡搞一個小型的核電機組 但是他用的技術和New Scale不同 他搞的那種小型的壓水式反應堆 就是舊有、現有的壓水式反應堆 但是將它微型化了去,模組化了去 而那個,譬如說New Scale 還有一些,譬如有些公司是搞了一些叫Micro Reactor 一些微型之後再小型一些的 其實應該要再說一些小心一些 所以剛才說的都是小型的 然後小型之下有些再小一些叫微型的 他們的size重量不同 供電量不同 而對口去服務的那種規模有不同 譬如我舉個例子 有一間我們都有在之前節目提過 叫Westinghouse 他這一間這樣的公司搞的叫Micro Reactor 那些真是叫微型的無組發電機組 是比我們剛才說的那種叫小型的發電機組 再細大約10倍左右 就是那個發電量 那它呢 譬如那種叫微型的發電機組 我覺得就很有機會準備是放上月球那裡用的 但是不止哦 因為它的發電量大約就是500萬瓦 就是5個MW 500萬瓦 那它大約是對應什麼呢 就對應好像你一千個家庭的家居用電量那樣 其實很適合一些譬如說一個社區 或者一個小型的工廠 它需要滿足它的那個核電的需求 如果不是只是個別一兩個工廠 而是整個一條工業村 那你可能就用了一些叫SMR 一些不是微型 而是叫小型的那種發電機組 就可以滿足整個一個工業村這樣的需要 譬如當初新加坡它之所以考慮 它本來是想著 可能考慮用一個核能的發電機組 來去滿足它那個煉油廠的需求 就是因為它自己要煉油做化工 都要燒很多化石原料 但是如果有了這個SMR 它雖然是幫別人去煉油 但是它們自己的碳排放都可以減低 但是當這個人工智能再加入的時候 自從OpenAI也打算落入新加坡之後 它們的自由加速 我覺得它們應該是感覺到 要馬上在新加坡引入這個叫做小型 叫做SMR那種技術 所以雖然未正式簽訂 但是你很明顯看到 接下來菲律賓、泰國、新加坡、羅馬尼亞 至少這幾個國家留意它們有沒有消息 尤其是泰國和新加坡 它們突然之間可能會和New Scale這些公司 甚至不止這些公司 去簽訂了協議去搞這個小型核電機組 就是剛才說的 Last Energy,Weston House 跟著和New Scale這幾家公司 是專門開發這些小型或者微型發電機組的初創公司 基本上它們都已經不是只是搞的 開始有些微目有些生意開始在做 那還沒完 因爲你用這些微型或者小型的發電機組 那你的能源本身就是油 所以連帶著你核能多了人用 你那些油的抗業也都有人去追 所以一家叫做應該是加拿大的公司 叫做Cameco 所以這間公司也就是非常好 也都是完全在無論是在Bloomberg、Financial Times、Yahoo Finance 已經是廣泛地討論 就是說這些這樣的核能能源的公司 以及跟礦產有關的公司 它們都是成為一個追捧的對象 那這間Cameco公司爲什麽被人追捧呢? 那就是因爲它原來牽涉到貿易和生產量 佔了全球的18% 那所以是一個很厲害的 已經是龍頭的了 那你見了很多的這些新的核能公司 連這些有元素抗產的這些這樣的公司 再連結了他們去準備要吃好他們很多電的 這些人工智能這樣的公司 那基本上呢 你會發覺整個產業就準備就是 就是一博通了一生產了就滾了一聲 就是大家就一起賺錢上去了 那那個使用方面呢 爲什麽會是譬如是東南華國家呢? 他們照計那個能源方面不是缺點 爲什麽他們都想著這麽快要去建這些核電的設施呢? 那幾個原因啦 很實際的就是說 如果你是依賴舊能源的 那你首先有那些關於2030你要減碳排放的那個全球協議 你要去遵守啦 那所以呢 所有能夠減碳的一些能源呢 他們都會考慮的 那當然他們不只是放在核能那裏 因爲就算你全部用了核能 你滿足不了你的能源需求的 但是呢 核能它譬如說作為去局部地去滿足了工業區的需求 譬如說如果你那個國家或者社區發展 工業區還是工業區 住宅區還是住宅區 你在住宅區建的東西就很麻煩的 但是呢 核電往往就是一個比較快 和投資算是相對比較少 而且是個回報比較快 立竿見影見效的一種技術 譬如剛才所說的那間叫Last Energy 在羅馬尼亞準備去建這個小型核電廠的這個公司 在他們的網站上它有說的 它說我來建 我四個月和你建好了 就是由我開始設置四個月 你們是有電用的了 然後每六年換一次是燃料 接著就非常的快手 那所以呢 你如果是那個國家準備去做一些工業生產 現在還要是一些新興的工業 而且還跟我們說的 跟接下來新一次的工業革命有關 那些人工智能和量子運算這些產業的話 你最快能夠滿足它的話 就是用這些核能機組 我可以這麼說 這些叫做微型核能機組的技術 你現在就說它成熟了嗎 在安全水準上我們覺得它已經是可靠了 它呢 你如果等到那些人真的用 你才決定它成不成熟就太遲了 尤其是現在說真的 用又不是用在你香港那裡 現在就是新加坡準備拼取 然後羅馬尼亞在動手 泰國和菲律賓那些也都準備去用了 當你能夠找到一個很快的見效的方法 能夠穩定能源供應 令到你可以腾一手出來 再慢慢去玩一下那些新能源 其它的太陽能、封電那些東西 其實對於那個國家的決策 是一個很合理的一個考慮 其實這個已經看到了 它真的標榜它建的核電廠是很快的 但是我懷疑在剛才你說的那個理由之外 是不是大家現在看著 未來那個工業的發展呢 處理不開人工智能的發展 所以一定要有大量非常之強力的能源供應 沒錯 絕對是的 而且是非常之功率集中的能源 穩定功率集中的能源供應 核能就是其中一個這樣的考量 其實有什麼國家也會特別想得到 可以是要去 就是你知道搞得能源 不只是為了滿足居民需求 而是那個工業發展才吃得多電 那麼當你那個國家 如果譬如它有一個好的地理條件 譬如說它先天沒有打風沒有地震 也都是它的政治環境是比較太平的話 這些這樣的國家就很適合拿來搞Data Center 就是給別人去跟Google 那些Microsoft公司談 你的Data Center那邊擺不完 擺一些過來這邊 因為你們亞太區有些資料都要擺的 然後你擺這些東西 甚至乎人工智能運算都擺在這裡 我們這裡打仗的機會少 你看泰國和新加坡這些國家 他們不是很努力去做這些事情 他們都是一路去玩開中立的一些這樣的地區 羅馬尼亞當然有自己另外的考量 那邊雖然不是太熟悉 但是你已經是留意到 這些消息已經是去到Bloomberg 那裡都已經看到了 不要說Bloomberg 所以大家聽完這個就做自己的盤算了 那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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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